我们这里再看看这个祈祷面包 这个刚刚跟英文bread相连 bread在圣经里面也说到是生命的粮 耶稣是生命的粮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就可以得着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一起读一读 B. Burdenless 在神里放下重担 R. Relax in God 在神里轻松 Enjoyed God 享受神 Appreciate God 感激神 D. Delight in God 喜悦神 这个讲到祈祷的心态 上面是三个成一类 下面两个成一类 上面三个是什么 如果讲根源是下面先的 下面是什么呢 我欣赏神 感激神 然后我就会喜欢神 所以这两个 你喜欢一定是感激他的 所以这个是个重点 喜欢神 然后上面三个就是 在我们里面的世界怎么样 第一就是没有重担 放下重担烦恼 所有烦恼都放下了 第二就是在神里面轻松 什么重担烦恼都放下了 然后就是享受神 这三个能够享受神 就是说你的重担放下了 心会压住 放松了 还有能够在神里面放松了 有些人就说 圣经又说到我们这样 欣赏感激神 喜悦神 圣经是有很多这样的说话的 因为感激神 很多都是以感谢为祭 喜悦神 就是说到人是很欢喜神的 很欢喜他的说话的 圣经有不同的地方说到的 放下重担 耶稣就是努复担重担的人 可以来到我这儿得到安息了 然后轻松呢 圣经也说到 叫我肉身安然居住 重担放下都是会轻松了 享受神呢 圣经也说到 在诗篇九十篇 就说到叫我们早早饱得神的前外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起来 即是吃饱 吃饱就是 好像吃东西那样 享受神的前外 所以这三个就说到 即是我们既然那么喜悦神呢 我们里面会有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放下重担 轻松和享受 而享受呢 可以说这三个的高峰 当你享受神 即是如果你有重担 很难享受 譬如阿传阿传怎么享受呢 所以其实你放下重担了 你又在神里面很轻松了 那你就能够享受 所以如果说到重点字呢 容易记得 就是喜悦神 所以就会享受神了 但如果你记得 Bread 五个字呢 你记得就最好了 B-R-E-A-D 但我们再读一次 Burdenless 在神里放下重担 然后relax in God 在神里轻松 然后enjoy God 享受神 appreciate God 感激神 delight in God 喜悦神 希望大家呢 心里想到神 哇 很好的 我很喜欢祂 很感激祂 支持我 我喜欢祂 那些重担放起来 烦恶放起来 轻轻松松的 享受神的心态 是最容易经历神的 希望大家敬拜的时候 都是用这种的心态 优优独播剧场